今天回到節目現場 我是阿關 這不是新聞 這是你我的口袋 台北股市我們光來看 在今天指數的表現 在今天是開高走低下跌 一百三十三點 指數都在一萬七千兩百六十九點 成交量是五千零四十八億 在今天有幾個重點 第二重點是又再度開高走低 我們看日K線 你可以發現天天開高走低 天天開高走低 這種情況已經是連續四天了 所以連續四天都出現了上影線 這已經形成慣性 這是在零池市場嗎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重點我們來看航運股 幾乎是全盤皆末 特別是長榮又再度打到了跌停板 波段跌幅包括陽明 都已經跌了將近五成了 將近五成是什麼概念呢 我們從日K線來看 等於是股價從高點往下腰斬了 我們畫面上可以看到 長榮的最高點在233 現在126 就要腰斬了 陽明2609的陽明從1234.5到今天的122.5 也是腰斬 所以航運股已經跌到腰斬 還會再跌嗎 另外我們要帶您來關心的是 漲多的電子股也開始出現回答了 所以這時候誰是主流呢 漲多電子股包括 畫面像您所看到是貴賣指數 貴賣指數本來跟大盤是脫鉤的 一直都表現不錯 前兩天還創下14年來的新高 在大盤下跌的過程當中 但沒有想到現在連貴賣也被拖累了 在今天還大跌了1.86% 包括最近漲多的車電股 太陽呢 LED漲多都紛紛回檔 盤面找不到主流嘛 廣告來介紹來到節目現場的來賓 邀請到華南投顧董事長楚祥生 大家好 請到資人分析師楓開平 客官 大家好 外網投總監蔡明章 大家好 金融培訓協會理事長林昌新 大家好 大家好 財經所助理教授謝晨彥 大家好 資人分析師蔡總華 大家好 今天一開始 廣告帶您來關心的是亞洲股市 連續兩天 特別是港股連續兩天都大跌 超過千點 畫面上觀眾朋友可以看到 在今年香港恒生指數是跌了4.22% 昨天跌一千點 今天再跌一千一百點 不只是香港 包括大陸股市也大跌 為什麼陸股港股連續兩天大跌 今天跌得莫名其妙 或許原因在這個地方 受到中國整頓的重創 之前互聯網的巨頭 收到了華單 再過來滴滴到美國IPO 也被划 再到最近的補教事業 也被限制 所以這個就重創了香港今天跌了4% 恒生指數又跌了1000點 這是第二天的 深圳跌了3%多 我們看一下 因為這些被處罰的互聯網 都在這邊掛牌 所以我們看恒生科技指數 今天一度跌10% 最後收盤跌了將近8% 然後創業板也是科技股的 也跌了4% 它現在造成什麼樣的效應 我簡單跟各位講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中國整頓 中國有一些企業體質不是那麼好 就稱為垃圾債 平等不是太高 垃圾債通常發行的債券利率就比較高 但是經過整頓了以後 它的利率更高 那值利率更高的時候 價格就崩盤 很多的國際的資金 在這些債券市場蒙受了損失 蒙受了損失以後 出現了股牌效應 我就買股票 幾款 對 來補這一邊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股票 比如說中國恒大 這個是全球負債最高的地產商 你看它今天在港股跌了13% 它今天講說我受不了 我要特殊的分紅配型取消 所以影響就出來了 再為我們看一下 現在大陸股市這一波裡面的 電動車的電池 林德時代 我沒看到 但今天也中錯了8% 所以形成一個股牌效應 賠了這個地方 趕快再去別的地方來提款 那我們不排除 台股就在這個貝資 外資的這個提款當中 才出現了一個下跌 所以今天也可以解讀 外資集中市場賣的不多 電頭市場給它賣二十幾億 所以連中小電子今天都下來 都受到這個股牌效應的影響 所以第一件事我們要討論的是 國際股市對台股的影響 過去我們都看美股的顏色 難道現在要改看港股 看陸股的顏色嗎 所以我們來問一下出動 美股和台股現在脫鉤了嗎 過去我們做高賠一定是看美股 對不對 看昨天晚上美股表現怎麼樣 但現在看起來 美股的影響在減弱 反倒是香港恒生 和大陸股市在增強 基本上我覺得短期真的是在脫鉤 你看美股的四大指數 距離高點當中有三大指數 創了歷史新高 只有費成大概跌了兩個分剩 今年的格局跟去年不一樣 去年是什麼 以電子產業為主 可以看到 早上44% 51% 今年是平分秋色的狀況 所以電子沒有那麼強 台股是以電子為主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今年電子也受到一些影響 第二你看台股的部分 我們看黃色部分 台股今年往下修正 我集中交易市場還漲了17% OTC漲了19% 另外我們注意到 從高檔指數回到4% 這個是美股在創新高 照正常講台股家庭指數 應該跟著走 沒有在走 一路往下跌 你看有沒有很明顯 它越的賣超 越 對 美股在創新高 越賣了將近快1千億 我個人怎麼解讀 第一個 因為台股這波的上漲 傳產也漲了一大堆 電子很多股票也漲很多了 外資在這邊針對個別的股票 因為漲很多 本比也很高 做調節 這是第一個 那我覺得第二個部分比較重要 我還是覺得 其實鎮壓股的影響力也在解讀 對 接下來我們看這很重要 這個美股漲升的格局 到底是什麼東西 它絕對會影響外資加碼的標的 所以這張標是把重要的美股 根據月的漲幅做一個排列組合 紅色的部分是跟台股相關的公司 有間接的關係或直接的關係 你看最近的Sky Wars和Covo 這個就是台灣的PA相關股票 表現得還算不錯 另外我還是覺得 半導體的設備的股票 你可以看到沒有 五日的漲幅都是8% 所以我覺得半導體是長期 大家要投資的部分 相關的設備供應廠 應該有機會 所以台股這邊 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雖然美股和台股脫鉤 但是在設備的部分 半導體設備的部分 以及瓶蓋股可以留意 所以我們回到 盤面上的強勢電子股 有沒有透露出這樣的端倪 對 設備商標是根據 重要的IC設計公司 把PE開始從比較低的 開始一路往下滑 這次可以看到 紅色的部分是今天漲的股票 你會發覺今天漲的股票 全部都是PE相對比較低的部分 低比一比 這個低一點大家可以看到 第二個我覺得 我的看法是說你可以看 大部分的股票外資和投信 都沒有做很大幅度的加碼 但是這些股票 有些真的非常的強勢 我覺得本土資金 有注入在這一塊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我稍微要提一下 你可以看到 有三檔股票 事實上業績表現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股價距離高點 你看到沒有 20% 22% 21% 今天聯詠開始在動 3034的聯詠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K線圖 3034 好 也就是說它基本面很好 但是它在主價上 沒有充分被反映 你看 六月一直到現在 快整理兩個月的時間 它的營收 六月份是創歷史新高 看起來七月份營收 表現不錯的話 股價應該會旺盛反映一下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聯發科 七月份的營收公布很重要 看這個聯發科的營收 有沒有辦法創新高 應該 你看股價整理了這麼久 事實上本比也沒有太高 我注意到外資最近有在買它 外資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短線 還是可以稍微註一下 畢竟它不像有些 IC設計實在漲得太多了 第三檔個股是群聯 8299 你看它的線型是不是 一樣 三檔線型都非常像本比很低 反正就原地塌步很久了 距離高點也是20幾% 所以我個人還是覺得 這三檔個股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很多中小型的IC設計 漲得實在幅度太大了 那現階段回頭去看這有基本面 本比有比較低的股票 不妨可以稍微註一下 結果我稍微提一下 這一波我們剛剛看的 剛剛那個CG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 這一波從高速傳輸晶片 MCU IP的自殘到驅動IC 最近在動 像細創漢在聯永的部分 都是Driver IC 但是最近你可以看到 漲幅很大的 包括電動車 蓬城康普艾姆勒 今天都很弱 小心 窄板景碩也在跌 MOSFET也在跌 所以我還提醒各位 短線漲幅很大的股票 不要去跟它 反而回頭去看有些 低本一筆 比較沒長大的 成本一段一段的時間 也許它沒有辦法 像這些小型股票飆那麼兇 但你買它相對風險比較小 好 所以現在要留意的是 低本一筆 特別是財報量力 而股價又還沒有 大幅度表現的個股 比較有機會 不過剛剛也談到 是不是台股現在 要改看雅股的臉色 那如果要改看雅股的臉色 港股跟陸股再見跌翻了 所以明天怎麼看呢 請舉牌 昨天我問過 今天大家都認為壓力蠻重的 那明天的壓力還會持續嗎 還會再向下探底嗎 請舉牌 明天看壞的給插 請舉牌 明天看壞的給插 來 我們看到有兩票圈 四票插 來 政華 政華給圈 對啊 我認為這個其實 對我們來講的話 航運股還是占很大的一個因素 那今天因為有那個新的 那個當沖的那個政策出來 第一時間大家還不明就裡 把它當成利空來解讀 其實那個東西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也 對當沖超過六十%的 精心限制的話 我們講往上會阻漲 往下其實理論上也會阻跌 所以那不見得是利空 我認為大家釐清這一點以後 明天其實台灣有自己機會 你覺得航運在今天是 消息裡面解讀錯誤 不是 現在來講的話 現在是不得已只好往下扎 現在是把它當利空解讀嘛 對 對 對 好 來 開屏呢 為什麼也給圈 因為我覺得很多電子股 就像楚總剛才講的 其實有很多那種低位 等一下有好多例子可以舉 就是才剛剛開始從低檔上來 可是漲很多的 怪力過大的 一殺下來的時候 不是只有一根黑K 甚至一殺下來殺十九%的 那航運股是這樣子 我舉個例子 像亞民海運 從七月二十號 二六十九 對 你看反彈到 到七月二十九號 反正到七月二十九號的時候 下到下 剛好三十七% 也就我說過 每次只要疊三根疊零百 超過三十八的時候 就會有怎麼樣 起伏的動作 明天就會反彈 所以兩位共同的看法都是 今天是因為受到航運的影響 那如果航運出現反彈 大盤就有機會了 所以他們給圈 但我們現場的人有四票差 那我們來談第二個問題 我們回到新聞來看 第二個問題我們討論的是 國際股市對臺股的影響 第二個問題我們要來談 船產的航情已經game over了嗎 今天杜金龍是這麼講的 他說航運翻船了 航運翻覆 鋼鐵退廠 船產航情告終喔 已經拜拜了喔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 真的告終了嗎 我們來看外資在今天賣什麼 外資在今天確實繼續賣船產 開發金對不對 長榮 但是也賣了一些電子股啦 包括長榮航空 特別是航運股喔 所以船產航情告終了嗎 不是這樣喔 我的看法不是這樣喔 應該是說船產裡面的航運鋼鐵 漲幅太大 率先的出現了一個調解 但調解喔 其實你看這一張表 就看出它的味道 今天外資其實賣超過金額不大 三十幾億 但重點就是它賣小電子 就是我講過 我那邊賠 我要拿這邊來補啊 所以你看今天 群眾當然是大電子 但是合金 廣 雨 到新興 光磊 新唐 這個是小電子 那一件小電子你賣 那個絕對的金額就不大 不像是你賣金顏雙雄 那個金額就很大了 所以我覺得外資 就是看到整個亞洲 可能有系統性的封建 那之前他就賣航運 鋼鐵這個先賣 因為漲最多 他繼續賣 現在發現說 這個系統風險 還沒有結束 何謂結束 香港假如一天給你漲一千點 就結束 現在沒有 也許明天我不知道 所以他就把一些 漲多的小電子拿出來賣 這個就是造成今天盤面 主要一個下跌的原因 所以我們回來看 拖累大盤往下跌 一百三十三點的 到底誰是兇手 結果我們就發現 確實都是傳產 大部分都是傳 長榮對不對 今天打到跌停 陽明打到跌停 中紅鋼鐵跌了四個百分點 國泰金也大跌超過兩趴 其他包括像台波也跌 電子股有國跌有達和景碩 不過雖然跌這些 這個都是今年漲幅很多 像長榮陽明一度 今年以來他漲了四倍 所以一定是先提款 但是股票是輪動的 因為今天已經發出重大的訊號 漲多的中小電也會下來 所以你假如說 我們說假設這個行情沒有結束 因為也不會結束 因為這個禮拜聯準會不會收收QE 所以資金行情在 你想看我假如要重新再來一遍的時候 再拉起來 又順序又是從這個跌升的 這些跌升的 比如航運鋼鐵 你去搶 你怎麼會搶說今天才跌下來 跌3% 5%的中小電 你不會 這個跌已經40% 但這個剩下就是說 它跌最後一段的時候 那個籌碼的 那個什麼 你不要期待太高 現在市場就每天一開盤 就期待這些漲 越期待失望就越大 好 所以我們來看 其實長榮 陽明都已經灌破季線 在今天航運股是季線保衛戰 但是沒有保衛成功 所以破季線的航運股是 明天大盤 以及短線上的關鍵 剛剛其實不管是政華還是 封開評都談到 他們舉圈是因為他們看好航運 換句話就是說 航運關係到多頭的信心 對 對 那這裡面的航運股的話 我們來挑 跌 大家都跌很多了 三成四成 這個都已經不用比 重點在這個地方融資 其實你注意看 散裝輪 比如說這個玉民 散裝輪融資 其實最近這一個禮拜多 它的融資已經沒有再增加 那世衛行也沒有這個增加 台行也沒有增加 所以重點融資增加的 還是在陽明 會不會 散裝輪沒有增加 但是你融資沒有增加 不代表會只貼 你還要什麼大戶進場 比如外資 今天外資只有買這一檔 所以我們看它的推現 5608 5608的世衛行 今天外資在世衛行 買抽的是3000張 那我們預估它 它今年度的EPS還是有5塊的水準 所以這個40幾塊的話 本益比已經偏低了 萬海今天也買 對 而且是買超第一名 而且今天貨櫃三雄 外資就是針對萬海 陽明跟長榮都是賣超 萬海的話 因為它還沒有跌破季線 還在這個200塊以上 今天它買超是第一名的個股 是13000張 所以明天貨櫃的指標就是萬海 散裝的指標 世衛行 好 所以蔡總認為 航運隨時有機會 運量反彈 這個地方比較沙滴 而且當一旦航運反彈 多頭的信心就回來了 真的如此嗎 我們也來聽聽楚董的看法 楚董怎麼看航運股呢 好 我們看先這一張很明顯 是外資的月賣超的一個部分 做一個匯總 你會發覺貨櫃的三雄 外資在一個月賣了500多億 所以它高檔的時候 基本上是外資一路在賣的部分 但重點我還是個人覺得很重要 因為它融資還稍高了一點 這段時間跌下來 融資事實上很穩定 並沒有大幅度的起伏 但是像長榮大概有26萬張 陽明大概有十幾萬張 我覺得這個部分 因為股價跌了快四成了 後面一定會有殺融資的風險 股價要反彈兩個因素 第一個融資如果大減 有可能 第二個像蔡總講的 外資又回頭去加它 畢竟今年大概是30塊錢的獲利 應該可以看得到 另外我們注意到 大家對於下半年的PC 有一點疑慮 你看到外資賣兩個 一個叫做華碩 一個叫做紅機 最近大家在討論 因為從去年開始 大家在居家辦公 該買的PC也買得差不多了 Chromebook也差不多了 所以你看外資在調節這兩檔 另外注意到南亞科也是一樣 外資在調節 買超的部分 事實上金額都比較小 沒有那麼大 但是我們注意到 國巨 敦泰和銅鑼 這三檔是外資買的 股價相對漲幅比較大 像國巨 大老闆也是不帶放利多 股價相對比較強 另外兩個敦泰 最近在買 你看股價已經創了波段新高 銅鑼電這一波也是因為 電動車的部分 股價相對比較強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一張 那我們也來看內資好不好 對 我個人覺得 這一段時間 這邊是可以看到很明顯 就是航運的貨櫃輪 散裝貨輪 我們注意到最近 Y支五日的買賣超 你會發覺這個是千萬 事實上賣的金額沒有那麼多 那投信也賣 對 但是賣的金額不多 是誰在賣 我個人覺得 因為這個貨櫃輪的股 這個EPS實在太亮麗了 過去那一波段 全民的運動 散戶太多了 不管是小白 事實上不光是散戶 我覺得很多大公司的老闆 事實上他們有互傳信訊 知道獲利非常好 也把公司資金拿去操作 但這一波下來發覺不對 現在大家都陸續在砍 所以業內也在賣了 我覺得業內也在賣 我覺得這個部分 事實上你看股價真的 回檔幅度非常的重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 融資一定要減少 另外我們注意到鋼鐵的部分 股價大概都你看修正的大概 中鋼鐵25% 都跌了 東河鋼鐵跌28% 我覺得都跌了四分之一了 我是覺得這個是百年難建的行情 股價漲幅很大 回檔修正幅度很大 我覺得未來真的 只剩下跌升反彈的行情 除非貨櫃輪哪一個港口 又出了一個很大的狀況 把他那個報價再往上拱 不然我覺得看起來 我覺得操作上可能還要保守 但是我覺得有機會跌升反彈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如果從長線的角度來看 初董認為 最美好的那一仗 航運鋼鐵已經打過了 未來要再像過去 今年上半年長那麼淋漓 恐怕不復健 但在短線上有跌升反彈的機會 所以我們要來問各位 既然大家都認為 航運是多頭信心指標 大盤漲不漲 要看航運 那我們就來問航運 航運跌了將近五成之後 除了萬海之外 幾乎跌破季線 我們知道季線是生命線 所以市場馬上就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 破了生命線 一定要再殺一波 殺融資 但另一種說法是 已經跌了這麼深了 隨時會反彈 所以我聽各位的看法 是破季線再殺一波 還是隨時反彈 這個地方是來到 反彈的時機點了嗎 認為隨時會反彈的給圈 認為還要再殺一波的給差 請舉例拍 好 所以我們看到 有兩票認為還要再殺 但現場我們有四票認為 隨時有機會醃釀反彈 那換句話也就是說 來 昌星 不用賣還是要賣 這其實要看你買在哪個位置 但是你給差 對 我給差的意思 那現在跌了五成了 砍變得很尷尬 對 所以砍不下去 但是問題是誰會砍 融資一定要砍下去 才會大翻身 所以我認為現在就是 要減融資的時刻 融資不減 這個行運我覺得不會落 那現在看壞的是比較尷尬的 因為我明明看壞 我又砍不下去 怎麼辦 那給觀眾朋友說 建議叫他砍他也不會砍 所以我認為就是有 反彈賣 對 反彈賣 反彈賣 好 那給圈的是認為 可以搶短多嗎 來 正華是給圈的 對 我是給圈的 因為我認為 可以搶反彈嗎 反彈要等到 你要有一個反彈來 行出來 所以現在還不能搶 第一個訊號 過濁高就可以了 過昨天高點再搶 對 你要過有一個 每天的低點都越來越低 對不對 你要第一次出現過濁高 就是第一個訊號 所以沒有出現過濁高 之前還先不要搶 對 對 對 但是你認為隨時有 醞釀反彈的機會 對 對 對 所以看壞的呢 反彈再賣 看好的呢 如果要搶反彈 也要看到反彈的訊號再搶 不要亂搶 在今天檯面上 我們談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國際股市對台股的影響 要留意雅股跟陸股 第二個重點 我們談到航運 航運關係到多頭的信心指標 第三個呢 其實不管你是從外資買賣超 還是剛剛楚董所談到的 跟美股的連結 都可以發現中小電子 漲多的要注意了 剛剛楚董說 現在開始要漲的是低本一筆的 比較沒漲到的 整理很久的 所以我們來談 開屏 很多中小電子是創新高 之後今天爆大量 又出現長黑K棒 這已經出現賣訊了嗎 我們第一種來講 那種 你不用高升技術分析 你光是用看著就知道 這一檔是比較例外 因為它是 其實它並沒有漲多 它是走平 剛突破 今天馬上被打回去 剛剛蔡永有說過 是被提款 可是你看喔 凡薛今天盤中的時候 九十度往下垂直掉 好可怕 來來 六一九六 我們來看盤中走勢 來看看有多可怕 這種跌法 那你說上來 籌碼會好嗎 對 除非 這如果剛好去上廁所回來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除非明天開盤 直接開這麼高 過去把它洗掉 不可能 這種一定是籌碼 一定是又短線 要套了一堆 我們再回到九宮 我們再回到六宮 對 六宮 你看喔 金鴻 來 金鴻 導播給大家看那個金鴻 三一四一的分時走勢圖 嚇死人 開盤快漲停板 11點是發生什麼事情 收盤 這上下快二十八十九八 你說這個籌碼會好嗎 這種你不用技術分析 你光是看 你看那個六宮 你光是看那個黑棒 而且這個怎樣 這個是漲多 漲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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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種怎樣 不管怎麼樣 先調再說 先賣啊 對 先賣再說 為什麼 你覺得 但是如果從軍縣來看 他們都還守在月線上 我舉個例子 如果說今天 彈上來一點點 你這個地方 你說你怕會賣錯 賣錯沒關係 因為它不會再飆了 它有機會再讓你上車的 好 那另外一種 我們就 寧可賣錯不要報錯 對 那另外一種我們就來看 好 所以這幾檔是 有一個對照組 要留意 對 非常有趣 我給各位看 一樣是做二級體 為什麼強化這麼強 為什麼台辦 這個地方就形態比較弱 推升它的力道是什麼 來自於投薪的買牌 那它現在現行的慣性有沒有改變 這兩個都有的話 極克不是救援 是極克就調 極克調的意思是極克賣嗎 對 這個明天不管怎麼樣 但是有的話 就你是停地停損 都把它停掉 重新再來一遍 那你這個譬如說這個強茂 如果說明天開高 你可以做停地賣掉 如果萬一往下灌 那你更要做停地的動作了 你看這個投薪還在買 所以說它的見到 你說整個保證 明天無關是期還是路路賣就對了 這個你可以賣得比較衝容 但是這種股票你看 連投薪原來推薦 它的力道都改變 你看這很好玩 所以這個是好好賣 這個趕快賣 好來明基才 這個如果說今天很強勢 你搞不好先賣一半 你還可以偷一點 慢慢賣 對 你看這個都是汽車材料 這個都是電池材料 有什麼不一樣 你看 這檔股票 之前慣性很差對不對 我在這邊講 我講完之後 過三天 投信大買一千七百張 哇 到今天還在收高 為什麼 很多人都說它是偏光板 甚至有人說它是隔離膜 都對 可是我那時候講的 它是固態電池 有個新材料 新材料 很多人沒辦法 很多人說聚合很好對不對 我告訴各位 它的威脅來了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現在鴻海還有很多 下一代是固態電池 固態電池是沒有電解液的 所以在下一代的固態電池 電解液就開始遇到瓶頸 就是 它如果不趕快改變 它的這種營運方向的話 它現在還會 它現在沒有問題 就是它會變成階段性產業 所以你看 投信都不買 投信最近上去的過程中 它都不買 可是為什麼明基材要買 因為它有固態電池的保護材料 所以呢 對 沒有人跟你講這一點 只有我在這邊跟你講 所以這一檔要賣還不買 這檔就是逢高 你可以easy的賣 還是輕鬆賣 這個就趕快調了 因為這個題材已經 已經就掉了 所以同樣的邏輯 輕鬆賣 趕快賣 一樣都是LED設備 為什麼 它的推升力道沒有變 可是它 頭信都不碰 不碰的情況是 內支都要跑 那你為什麼不跑 好 所以 中小店子 長多的 愛注意 今天OTC開始殺了 前兩天通通沒有殺 今天開始殺了 外資開始賣 中小店子了 所以 再一次 問各位 中小店子長多的 是不是真的要賣了 真的不能捨不得 來 要賣的給圈請舉牌 中小店子長多的 是不是要賣了 會不會六票 果然 六個圈大家都認為 長多的不要再留戀了 趕快賣吧 好 有請 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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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 五位 一大 一大 五位 五位 二大